布立基隆醫院院長林三祈 副院長陳維達以及神經內科醫師 黃旭東和神經醫學中心主任 也是神經外科醫師唐紀高 分別送上蛋糕和鮮花 為原本頸椎狹窄問題手術成功的宋先生慶生 但是30多歲正直壯年 從事電子業的宋先生 原本治療前的走路方式 已經是拖著腳在走 宋先生在布立基隆醫院記者會上 先生說法原本一開始因為右手麻痛不以為意 但是感覺卻逐漸延伸到左右手腳 變得遲鈍不靈活 導致走路搖晃步伐不穩 一度擔心覺得我是中風 然後就跟黃醫師講說我是中風 然後他說不是就先做一些檢查 就是他有幫我驗血驗尿跟遲真造影 照完之後就 他是強烈建議我要趕快轉外科去動手術 他說這個蠻嚴重 已經急水已經急不 急到已經水腫了 因為一直拖下去 直到警覺擔心自己是否是中風貪患的徵兆時 才在媽媽鼓勵和陪同下趕緊到基隆醫院神經內科 找黃旭東醫生問診檢查 所以其實在第一時間點我做出來 我就知道這個病人基本上不用做X光了 一定是要做MRI 一定有扣 一定有脊髓的壓迫 不管是腫瘤或是其他的結構性異常等等 所以先一起一起幫他做下去 所以才在第二次回診的時候 就是很順利去找到原因 是在頸椎第四到第六節的 椎間盤突出 然後壓迫到他的頸椎 那其實已經看到有些壓到一點 白質病變的狀況 所以有點水腫的狀況 經過核磁共振MRI以及電腦斷層CT檢查 證實病患宋先生是頸椎狹窄的問題 並且建議開刀 由神經外科主任唐濟高 實施手術治療成功 術後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行走 第十天順利康復出院 手術後的恢復的話 以我的門診機會來說 大概兩週麻痛先慢慢改善 走路的部分其實也慢慢改善中 一個月大概麻痛改善八成 可以上樓梯 但是下樓梯還是 肌力還是不太夠不太穩 到兩個月麻痛感比較穩定 剛剛有提到說碰到東西 這個刺激的感覺比較能夠忍受 術後這三個月 這個體重總共大概減輕了30公斤 那伴隨著這個體重的減輕 對於負擔的降低 它這個活動也會比較舒服 副院長陳維達提醒民眾 如果有手腳麻痛 甚至是沒有泌掉系統問題 卻頻尿或是上大耗後 擦拭肛門周圍沒有感覺時 都有可能是頸椎或是脊椎的問題 需要儘快就醫檢查治療 因為小便頻尿這件事情發生在年輕男生是很奇怪的 除非你是泌尿到感染或結石 會有可能有頻尿 但是他通常會有著熱感感染的症狀他都沒有對不對 你都沒有他純粹就是頻尿 所以這個解小便的這個症狀也是一個線索 剛才神經內科的徐東醫師也有提到 部立基隆醫院院長林三奇表示 神經內外科充分合作為宋先生頸椎狹窄問題成功手術治療 顯現基隆醫院神經醫學中心團隊能夠及時為基隆鄉親的健康把關解決問題 我們也在研議我們未來 也就是說我們讓民眾可以很順利的就得到服務 在當天配合他們的診 神經內科當天就有神經外科 因為民眾常常不知道說 我到底要找神經內科還是神經外科 那都沒有關係都可以 那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時間上的安排 我們可以為我們基隆的市民做更好的服務 而神經內外科兩位醫生也表示 正值輕壯年的宋先生會有頸椎狹窄的問題 推估可能是因為工作關係姿勢不良 再加上體重過重導致 因此治療期間 宋先生在媽媽鼓勵下也憑著自己的毅力 成功減重30公斤左右 連帶讓原本過重也有代謝症候群問題的 宋先生各項指數也恢復正常標準 記者吳俊勝 吉隆報導